针对绑定 parent 是最主要的观念 再来第二个重要的就是 constraint contraint 中文翻译叫约束 它其实就是针对 parent 关系做更进一步的一些细部的一些调整 像我们的 parent 关系的话 像我们这个物件如果 parent 给它 ctrl p 我们旋转位于缩放都由组物件去控制嘛 但是 constraint 其实它可以让它做一些更多的变化 像这样的关系 一层 控制一层 可是像是如果我们现在做摩天轮的方式的话 我们等于是它这里的旋转也会完全被前一个物件做绑定 这变是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旋转的关系 所以像 constraint 的一个很好例子就是 像我这个 parent 关系 是这样 但是我这个物件 我不要旋转位于缩放全部都给这个物件控制 我只希望我的位移跟着它 但是因为我想要像摩天人一样维持它的样子 所以我们在 constraint 物件下面这里有一个 constraint property 我们这样选到旋转 我们就告诉它说我旋转要 我选错物件 这个物件 我的 constraint 我的旋转 要复制谁的旋转呢 复制谁的位移 我位移要由这个方块去控制 所以像这样的话 这样在 rotation 的时候 他的就不会位移缩放都被这个控制 这样他就可以维持着 只有位移跟着这个方块 所以 constraint 其实就是 针对物件它有更多的链接关系 parent 就是旋转位移缩放全部一起绑定 Contrain 的话它这里 我们看到 constraint 这里有什么 它可以我只要 位移被人家控制 旋转被人家控制或者是 skill 被控制 所以它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 不同的控制方式跟限制 这样 limit 的话 就是针对限制 就是说我可能被人家控制 但是我不想要超过什么程度 所以这里就是 constraint 跟 parent 一些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骨架要绑得更细致的话 其实 constraint 很多部分都会在 constraint 上做下功夫